- 哇 非常聰明 - 好 音樂場這麼大的舞台 - 繃住 繃住 - 好 請大家先定格一下 - 讓攝影大哥拍一下團體的合照 - 來 麥克風我幫你拿 - 好 你敲一下頭髮 - 還是很美的 - 歡迎18歲的全新的新人 - 韓國最強面具獻Amanda正式出道 - 當然這舞群現在手很痠 - 加油 撐住 撐住 - 今天我們要給她站台一下 - 好好為她加油 - 真的等了好久 - 終於等到這一刻 - 正式的悲歌 - 所以我們也有見面 - 來 請照顧一下 - 舉手跟你揮手的攝影師 - 從右手邊開始好了 - 來 大家視線 - 右手邊 - 好 - 來 最後到中間麻煩 - 好 謝謝 - 來 左邊 - 好 - 來 舞蹈老師也先休息了 - 謝謝你們 - 謝謝 辛苦了 - 來 Amanda 讀照 - 這也是你們的體驗很特別 - 剛剛講到我們在收割的模式 - 是在全世界廣迴腰根 - 而這次我們發行的作品 - 今天已經在數位上架了 - M1 昨天也首播了 - 實體的CD - 其實是沒有的 - 我們是用另外一種模式 - 待會再為大家介紹 - 難言動作 - 難言動作是吧 - 有沒有什麼舞蹈的動作 - 或者是 - 好 謝謝 - 這次我們發行的格式 - 並不是CD - 有一本寫生書 - 還有一個Keynote - 就是韓國最流行的一種載體 - 音樂的載體不斷的進步 - 非常方便的Keynote - 可以讓很多人隨時隨便聽音樂 - 拍MV - 甚至錄自己的視頻 - 還有分享 - 還有一種社群功能 - 就是這次的專輯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 - 這次的專輯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 - 一首就是剛剛聽到的很洗腦的孟坡 - 相信大家待會離開運動飯店的時候 - 真的你會不小心就會噴出那個 - 這樣子一刻一噴 - 很厲害 - 另外一首是韓文歌 - 好 我們讓這個星辰正式的 - 跟所有美女朋友問好 - 大家好 我是王星辰 - 咱 - 果然是18歲 - 想到有超年在的男生 - 很可愛 - 還有很多女的超好朋友 - 還你的團隊都來給你加油 - 還有 - 昨天睡得好不好 - 還好 - 還好 - 還好 - 會不會很緊張 - 因為這一天你應該等了很久的 - 有很長時間 - 什麼感覺現在站在這裡 - 妳看這個舞台好大 - 一般計程的位置只有一半而已 - 妳知道嗎 - 喔 - 妳不知道 - 想不到對不對 - 對 - 攝影大哥應該很清楚 - 一般他們都在這裡拍照 - 今天要退到這裡拍照 - 當然主要是因為你們的舞蹈很複雜 - 走位很多 - 妳可以不要一直往後推嗎 - 好 - 妳要去哪 - 妳是主角耶 - 站到中間 - 好 - 先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說 - 因為其實妳大概從十歲的時候 - 妳就開始練舞蹈彩音是不是 - 對 - 十歲開始練唱歌跳舞 - 然後學音樂 - 那是為什麼會對這些事情特別有興趣 - 有受到什麼人的啟發 - 或者是影響 - 好像女生帶了一個 - 傑西卡 - 她是我印象我最大的一個人 - 是 - 然後因為她我想說 - 在音樂上 - 要像她一樣努力 - 然後一樣認真 - 然後達到一樣成果 - 對 - 這個有時候小時候妳看到一個偶像 - 就會開始以她為目標 - 然後以她為方向 - 然後成為自己努力的對象 - 對 - 就這樣子邁進了演藝圈 - 今天妳的記者 - 我也要給妳驚喜啦 - 傑西卡本人 - 妳覺得她會不會出現在這裡 - 不會 - 對 - 真的不會 - 算是試想吧 - 等妳慶功的時候 - 我們再多花一點錢 - 但是這個夢想不是說只是在家裡發夢 - 很多人都是這樣嗎 - 妳看到偶像 - 她在家裡最後還是在那裡當宅女婦女 - 妳沒有實際的去進行 - 她呢10歲開始練才藝 - 後來還去了加拿大練習 - 對不對 - 對 - 然後在加拿大練習有個好處 - 這是一個國際的社會 - 所以妳的語言在這裡也有一些很進步的機會 - 對 - 學英文 - 英文 - 然後後來妳又到了韓國 - 為什麼 - 從台灣到加拿大 - 然後又到韓國 - 去韓國當練習生 - 是 - 那個時候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 會 - 會 - 蠻辛苦 - 因為一開始聽不太懂 - 後來呢 怎麼辦 - 後來因為跟其他的練習生之相處 - 是 - 然後慢慢熟悉之後 - 就大家聊一聊 - 然後就慢慢學韓文 - 了解 - 不但學了韓文 - 因為那種韓國練習生 - 該做的事情 - 等於都要去學習 - 對不對 - 包括人安法 - 對 - 克巴瑟真的很漂亮 - 今天我們真的講到這麼多 - 本國語聲音樂 - 因為這些 - 努力的產品 - 從中途中 - 極遙... - 但阿曼大 - 阿曼大 - 二番范 - erdume - 禮拜 - 禮拜 - 初期 - 禮拜 我真的不想要去做出了 韓国电视频道,女生的女生 有多少时间的努力 我认为我们的一切都很深刻 我认为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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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就要拍一張的歌 所以我會做一張的歌 然後我會做一張歌 Lutopia的歌 我會做一張歌 我會做一張歌 Lu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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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後來有追蹤Amanda的IG還有臉書 然後常常看到他在練習跳舞或錄音 然後音樂製作方面的一些動態 看到你辛苦準備了這一切 耶 恭喜 終於發片了 最後是夢托邦專輯當然 好 謝謝以上三位截然不同練習的朋友好不好 好 你真的要講說收爾和台中都你的朋友 這個楊聰是怎麼回事 楊聰哥真的還有追蹤你的愛技喔 有 好可愛 那你有沒有追蹤回去 有 這時候因為可能一些活動的關係 他剛剛講的認識了 他有沒有給你一些意見 有啊 他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給我一些建議 是 他們現在是小區在等級的 你也要加油 他裡面寫了姐姐過很多次 有人講的不是很順暢這樣 另外兩個人很厲害 一個是陳勳 陳勳是不是最期要來台灣 對 他在3月17號要來台灣 OK 你們會見面嗎 我會 我會當他的嘉賓 喔 你們去當他的嘉賓 好厲害 你的人也太強大了吧 好 陳勳大家知道本部長超紅的 他要來辦見面會 然後你要去當他的嘉賓 OK 請到時候台灣的迷妹們也給我們台灣的妹子 多點鼓勵跟支持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你的偶像傑斯卡 好 你剛剛也太厲害了 你們有發現嗎 剛剛傑斯卡在裡面say hi的時候 他也在外面跟他say hi 你以為這是直播嗎 還是face hi 你跟他face小面也太猛了吧 看一下啊 看到偶像沒有很開心 對啊 你知道他沒有幫人家錄過嗎 喔 我幫人家 好像有聽說過 對 傑斯卡住到這麼久 是 沒有幫人家錄過這種祝賀VCR 對 有沒有什麼話透過 很開心 跟他說幾句感謝的話呢 因為認識他 追蹤他很久 然後也看過他每一場在台灣的演唱會 然後有一次 公司有剛好想要跟他談一些合作 是 所以就有機會碰到他本人 然後我們也互相認識 哇 所以你是見過他本人啊 對 你從小時候崇拜他 到後來被圓夢見到他本人 然後你發病的時候 他還獻出他入VCR週二的第一次 太厲害了 我真的很想認識你背過的團隊 真的是 這人脈實在是太恐怖了 當然我告訴你 人家天后也不是隨便出手的 也是因為他也看過人家的作品 覺得吃人非見 謝謝 恭喜你喔 恭喜 這一切的背後 是非常辛苦的努力 我們剛剛講 15歲的時候 他就到韓國當練習生 他認清楚 在那當練習生 那真的不是人幹的 請問一下你們運曆要練習多久 五點半你起床 然後先練健身 健身完之後上 早上五點半起床 早上五點半起床 劉光明才剛睡而已 早上五點半起床 然後健身 然後呢 然後跳舞 跳舞 然後練習半天 這早上都終於結束了 對 到下午然後再開始去上課 再上課 然後再練習 再練習 然後才睡覺 才能夠收拾 那這樣子的體力複合得了嗎 我本人比較耐撐 好厲害 靠意志靈 靠意志靈 最後不得了 他成為最後這個學院的練習生皮皮的第七名 第一名 第一名 很厲害 住在台灣 今有這時候要開手了 這麼多的練習生 我跟台灣的小姑娘 連著十幾歲 就這樣子的一廂背景 從語言完全不通 但這就是一種毅力的表現 外表很甜美 內在很強大 真的了不起 好 這個學院叫做 STC Academy STC 不是HTC 不是HTC STC STC 裡面出來練習生 過去有做過After School FX等等的天館 所以呢 那個時候 他也成為這個學校 招生的扛棒 出來做表演 現在終於回到自己的家 發了一聽 可是這個音樂好特別 我剛剛介紹 它沒有CD 對它沒有CD 它是什麼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來這個廳 是韓國很流行一種音樂載體 傳統的模式呢 開始被拆換了 這是什麼來 可以幫你拿這個 漂亮的一張專輯 裡面有它的寫真 好 這句話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 韓國流行的音樂卡 它叫Kanoket Kanoket 它可以插在手機裡面 是 聽音樂 看專輯的照片 照片 然後MV 還有很多互動的功能 或者是自拍的功能 對不對 就拍自己的影片 或什麼 很厲害耶 好 你很得意是不是 對 這個是韓國的一種 很小巧的載體 插在手機的耳機孔 就可以聽歌 看歌 非常棒 所以你看MEDA 或是正式的出道 也把一種新的聽歌的風潮帶到台灣 來拿了你的作品 拍一下照片 這是你第一張個人EP 恭喜你 好 請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那這也是一個全新的突破 也代表的新動物院 不只是要把好的新人推出來 把好的音樂做出來 來把一種新的時代的聽歌模式 帶到時差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也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打拼 然後讓更多人聽到夢多方的EP 也祝福他現在18歲 但是已經等於是從10歲開始做了8年的準備 跟等待冠軍這場練習生 恭喜你 好 還有哪邊需要試試也可以 好啦 還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作品在正式上市之前 已經預購突破1000張了 非常的恭喜 謝謝 你知道1000張很難啊 不知道對不對 你只要看到傑西卡就好了 看到我的意思 沒有1000張真的很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有兩位大前輩 他們兩個人很少這樣子連妹出息 都要來給你加油打氣 送上禮物給你 第一位歡迎的就是 早上五點才睡覺的 尤文平老師 歡迎 還有音樂巨人耶 他呀 歡迎歡迎 好 歡迎永明哥大家好 還有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好 好 永明哥 早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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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不是故意亂入的 對啊 你怎麼會說現在這個好進去啊 我不是準備跑來這邊啊 我覺得 我滿各位講的 這個 Amanda呢 是我樓下的那個女人 好像也可以啊 怎麼叫樓下的女人 解釋一下 因為我跟Amanda 一家人的是樓上樓下的關係 是鄰居啦 我住17樓 她住16樓 所以以後出道要慎選鄰居 對不對 盡量找一些巨星 樓上是藝人的在辦進去啊 對 以後換記者會的時候 才有人可以站台 因為我看到這個名單也太詭異了嘛 那有樓下 幹你什麼事 那你沒有幫你寫歌對不對 沒有啦 唱的是韓國歌前面 對 我們這次挑的歌都是韓國的很多大咖 幫你寫的嘛 那你就是鄰居的身份 我是真的是看咱們打從小的 當練習生 努力跳舞啊 踢音樂啊 我懂 你就是看著鄰居這個小朋友 一路的練習 一路的發光到現在 沒錯沒錯 我覺得這個過程真的很不容易 剛才講的五點半還是客氣的 五點半起床 到晚上也沒有辦法睡覺 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你想睡覺 他們那時候是一個team 對 所以那個team 如果還有別人的任務的話 還是沒辦法休息 就大家要一起行動 對 是 是 好辛苦 聽說在宿舍都只能偷吃泡麵 這個解餓這樣子 是我偷吃 你怎麼那麼沒有收拾 不是 人家都沒吃 你就在偷吃 人家不敢吃 太餓了是不是 好可憐 太胖了就被唸了 對 所以我今天的刻意 這個本來是 本來想到今天是去租年 想要送的是迷你租給人 可是他這個當一個 現在地位是一個偶像歌手 如果養一隻豬的話 大概那豬會餓死 他比主人還要瘦 要跟著主人一起選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很了解他 他是喜歡狗 家裡也養狗 然後我特別從法國進口的一隻全球限量99隻 特別挑的編號88號 哇 極力 希望他能夠大發 大發異產 大發異事類 最後呢 就帶來這個禮物讓我們看我們 哇 好像很特別耶 會不會哪該是一個大眾人 因為作為音樂人 你開始要好好認真聽音樂 然後結合這兩個功能 喜歡狗 然後呢 又能夠好好的聽音樂 是 其實是 全球可以在把 你送的禮物你自己拆 幹嘛 你當然是讓他拉 怎麼會有這種好意的 你自己講話 然後就自己拿牌 那你自己帶回家好了 那你先讓他拉你 我誤會我 自己當留那個 你以為已經當紅書吃了 不是你奧 我讓你來 我讓你來 現在九隻九隻的 編號八十八號的 音響喇叭喉 三二一 哇 音響喬喬 漂亮 音響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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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藍牙喇叭 對 你們當那個 夢托巴巴 對 對 金光彩彩彩 漂亮 哇 好大一個喇叭 好 對 好 謝謝 去的真的很會cue 哇 沒錯 老一人快 阿 還好 謝謝鴻米哥 但是你以後有機會 要用鴻米老師 邀我歌曲 讓他寫的 自己的樂編歌 那麼好聽 好 贊 自己cue一下 還有哪邊 還有哪邊 謝謝 送上這個超棒的禮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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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是不是要獨照一下,來來來,老師您先休息一下 老師那你幫我把布拿開去 道場,魔術師 來,Amena,我們這個狗獨照一下 來來來來,這個狗猛掉掉 好,謝謝老師的大禮喔 那Amena其實當時在韓國成為你第一獨子 哇,怎麼再移一下 好,幫我們移菜到中間,狗狗到中間,謝謝謝謝 好,辛苦了 好,可愛的Amena,好,開心喔 笑得參亂一點,讓更多的妹妹一堂 成為我們新一代的新的女神 加油,加油 在韓國其實當時有很多的公司 ASM或是ARM 就希望他們能夠加工 我們經過很謹慎的評估之後 孩子想要先回到故鄉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到Amena正式出道 好,謝謝,歡迎一邊 好,還是小女孩的超級齁 親吼親吼 加油,加油 再過兩天就不會想跑了 好,謝謝,可愛 還哪邊需要她的視線 完全齁,出身之主不畏不畏 經過完整的訓練果然不一樣齁 好,謝謝 來,我們把狗狗先收拾一下 收好,收好,帶回家 好好用她聽音樂 對,先抽一下那個花 好,兩號的 好,大家動了 歡迎,歡迎 哇,你人家臭屑這樣狗 你又叫哪一束花 不是啦,這張是你也是這樣 兩點比較廢物的花 好啊,我認識的 謝謝Amena的製作人 謝謝劉佑老師 對,也是她的 雖然是在音樂圈裡面 最重要的貴人 季老師在那邊 會不會走一下 對,然後是一通電話 她說她這次的一個 這個新人 你要好好的 對她的祝福 是,哇 好啊,所以謝謝Amena老師 你們自己的專業都在如火入土 還在為她來站台 你剛剛看了她的表演 因為你自己也曾經在內過很多 演員圈的風景 所以要再從評價來點評一下 其實我覺得 現在已經是需要吸血 對,而且當練習生是非常辛苦的過程 我們自己都參與過 然後我們也看很多的小孩子 而且練習生的技術道理 因為他們統計在千分之一左右 大部分都是 對,對 對,被刷掉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辛苦 代表Amena已經經過了這個 從頭的考驗跟過程 這個讓Amena來講一下 在韓國你應該看過很多前輩 可能在你們SCC的學院裡面 可能很多年都還沒有出道對不對 六、七年 都有 都沒有出道 是,所以你很幸運 恭喜你 這裡是阿信老師 也看過很多這樣的案例 對不對 而且我告訴你 沒有,我們那時候 我們當我們十八年前剛出道的時候 很非常緊張 因為那時候 18歲 你十八年前出道 對,沒錯 人生就是這樣 你應該認識他嗎 你認識他嗎 你認識他嗎 F.I.R. 不認識他嗎 你也不認識我 你也不認識我 我以前是 但是我剛 我剛剛 交給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看他的表現 今天他出道記者委員 他的表演已經非常非常成熟 是 那時候我們記者會 我記得一半的時候 我們在下面 非常緊張 而且那時候其實整個 台灣的演藝圈的機制 沒有那麼的 訓練沒有那麼成熟 對 不像他說 拍照怎麼拍 我印象非常深 那時候我們拍照一直被 抬下大哥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 阿曼基老師的心動音樂 就是 這時候整個 都已經做好完全的準備 我覺得台灣的演藝圈就是要這樣 慢慢慢慢的 把規格往上提供 慢慢超 就韓國比 是 超越韓國比 所以今天就特別來支持 謝謝阿清老師 對以前初遍真的 就把你推出去了 你們現在都是做好完全的準備 恭喜你喔 來挑戰合照一下 來幫我們拿一下麥 謝謝阿清老師 謝謝 送上了一束 限量九十九束 編號八十八號的花 應該讓花千場來 你的影響太厲害了 打花太厲害了 好 謝謝阿清老師 這是一份心意 因為大家知道阿清老師 這裏也投入很多 乾淨新人的事情 所以看到別人 也做得這麼好 他也很感動 一定要來給我們季老師 站台一下 謝謝 謝謝阿清老師 謝謝謝謝 也期待你們自己的感情 謝謝 好 來 最後是屬於你自己的時光 變成的表情 你走的是體科太太路線 對嗎 你要稍微笑一下 要不然就靠一下 你都一點都不感動 是不是 會感動 你知道我自己出片的時候 我哭到不行 然後許家瑩也是在 大概就是一個地方 哭到在地上 第一張唱片 你都一點都沒有想過 的感覺 沒有 你比較高興出片 高興才對 好高興才對 所以我們有病 沒有沒有 對啦其實是應該高興才對 而且等了那麼久對不對 好 最後要謝謝各位大哥大姐 嘴巴甜一點 今天是休假 大家都還給你加班 來說幾句感謝的話 謝謝你們大家今天來 我的記者櫃 然後 因為今天是放假最辛苦 大家來跑一趟 謝謝 謝謝你 好加油加油 好 也是很生氣 生氣很可愛很氣 或是每天睡五個小時 所以現在終於可以 由自己的作品 出現大眼前了 好 可以了結束了 好 拜拜 再聊 沒關係 你要留下來 真的你要點訪 好 各位朋友 真的不簡單 走到這一天 小女孩有很大的夢想 需要各位前輩 鼓勵 支持 跟加油 讓我們祝福還沒打 出道成功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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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要不要再補道給大家 好 大家補一下 來 美女 來來來 你就這樣 就像剛剛這樣 可以嗎 很可愛的Manda 好 她今天一定很懵 因為她也不知道她姓是誰 不知道她姓是誰 不知道她姓是誰 是誰 就叫姓夫 做了一場記者會 但是很單純 我們希望她好好努力在各位的保護 跟照顧之下 來 對 多幾個來的Pos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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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辛苦了 謝謝大家 都幫我們分享 用全新的賽事 推出的ED 夢波方 稍後我們也要來看這一支 非常可愛的MV 可以嗎大哥 好 謝謝你們的笑容 相信也讓她那個 彈子力安穩不少 謝謝 來 我們來欣賞你的作品 好 這個你的頭髮 可以看到你的 嗯 好 可以 好 可以 想問什麼 今天刷掉會很緊張嗎 會啊 很緊張 其實也蠻緊張的 看鏡頭 好 好 好 所以剛才有看到就是傑希塔姐姐 陳勳哥哥還有楊聰給你的祝福嗎 嗯 那你有聊到自己傑希塔 那陳勳哥哥是怎麼樣跟他認識的 然後就是 柯平場有在就是法羅哥哥的戲劇嗎 有啊 他有一部那個羅曼史 蠻好看的 然後會認識他是 呃 因為3月17號要 呃 一起 在舞台上 然後我當他的嘉賓 所以 才會 是 那這次就是要當當他的嘉賓 生集裡面的兩首歌 一個是今天跳的 Utopia跟 New Day 另外一首韓國歌 當練習生就是得第一名啊 那你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因為時間很長 練習的時間很長 所以要 真的是要 撐下去很難 主要是撐下去很難 但練習的過程中 還是會蠻開心 是因為 因為還有很多人的陪伴 其他練習生的哥哥姐姐 他們會一起帶著我 然後大家一起在練習室裡面練習 選擇回來台灣發片的原因是什麼 選擇回來是因為想要回家 然後讓 讓華語市場可以 有新的氣象 對 你年紀那麼輕 就受到這麼多觀眾 對不對 會有壓力 但我 因為我 本身比較 high hyper 所以會沒有想這麼多 可是剛剛好像都一直有淡定的感覺 我很淡定 有 因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是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表演 好 就是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一些 就是也想要加入這一行 新興的小學費 小學費 小學費 因為做這行非常辛苦 所以 在練習的過程中 盡量多學 然後 多聽 然後 多練習 達到自己 覺得 自己可以達到表演很完美的地方 就好 因為 時間很長 慢慢進步空間很多 所以 盡量 然後 撐下去 有沒有以哪一個藝人為目標 就說要承認妳的那樣 Jessica 她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是她的Big Ben 然後有已經 因此而住了什麼事 我會一直看她的 舞蹈影片 然後 歌 聽她的歌 然後 會去搜尋她 平常 練習的些什麼 之類的 對 最需要像她的男人 我覺得是 勇氣吧 因為她出道 畢竟 十一年了 然後 她一直 見識到現在 因為她非常努力 她一直在做她喜歡的事情 然後 也非常認真做每一件事 就是在跳舞跟唱歌的過程中 如果你遇到困難的話 你會怎麼紓壓 遇到困難 我會一個人靜下來 然後聽音樂 對 好好放鬆 因為我自己不想多 萬一想多 會讓自己 不想多 那台灣呢 台灣的藝人有沒有 就是要喜歡誰 或是想要誰 蔡依林 她唱跳非常厲害 然後 希望以後可以 像她一樣唱跳非常的穩 然後 像她一樣厲害 那剛剛 那剛剛 Jesca 陳薰都有在VCR 幫你打氣嗎 你有沒有用韓文 去打氣 或是說謝謝 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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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氣 知道Jesca有錄VCR送給你的時候的心情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你喜歡他那麼久 我沒有想到他會錄這段VCR 祝福影片給我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非常開心 然後覺得不可思議 覺得在做夢 妳是即將入圍的出道做準備 那妳在飲食上的做些怎樣的 我每天都健身然後跑步 然後飲食上吃比較清淡一點 對 不會到解食 因為解食不健康 可是現在同年紀的女生 就是大家都還有在玩 覺得自己要工作這樣做到什麼 畢竟我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會希望自己做的東西 可以有好的成果 然後可以努力 我不太喜歡半途而廢 所以我選擇了 我就會一直繼續做下去 謝謝 謝謝